上次講到 神宗,他連太監缺職也不保, 官員也不保,這個就是 我們後來將會回來講,神宗汰政之謎這個問題, 但是他有些事情,我都講過, 大家上一節有講過,他很認真的, 派太監出去收錢, 派太監出去收錢的事情,他才會管, 其實這些收錢的分為有礦監, 即是說哪裏有礦的,哪裏有稅的,設立稅關 去收人的錢,鹽監, 即是那些出鹽的地方派人去收稅, 就是這個豬監, 什麼叫豬監呢,即是在南海的地方 找人管理拿珍珠, 我們講講下面幾個人, 這些事情是怎樣離譜的, 這個陳曾這個人, 首先有一個太監叫陳曾,陳曾去山東開礦, 他同樣負責了東昌, 東昌就是山東一個交通要道, 負責那裏收稅,他就派了手下一個人, 叫程守訓,就說是奉物子搜金堡, 即是, 怎麼說呢,就是 皇帝叫他去搜刮,誰有多根, 或者寶藏的,他有權衝攻他, 結果是作惡了十年, 這個人是, 第二個就是馬唐,馬唐又怎樣呢, 就是天津瑞鴿, 住在臨清地方那裏, 他一去到那裏怎樣呢, 就找了幾百個亡命之徒跟著他, 然後就是鼓勵那些人, 去告那些谷牧人,去告他們的主人, 就說他們施藏的珍寶,或者門稅, 那如果誰告那些主人, 就充公了他主人的身家, 就有30%分的,有十分之三分的, 結果當然是天下大亂, 這樣的情況之下, 終於那裏就暴動了, 臨清暴動, 將馬唐的37個人全部殺死, 殺死之後, 就要找人頂罪, 有一個人叫王朝左, 他自動認了, 這件事是我負責的, 他用一條命救了數以千計的人的命, 好了, 接著講離譜的就是一個叫梁永, 梁永是怎樣呢, 他就在陝西那裏, 他專門做什麼呢, 就是掘人家墳墓, 因為陝西最多是古墓, 尤其是有些墓墓就是 唐代的奸相李林浦, 元宗時間的老婆的墓, 去掘人家墓墓, 周圍去掘人家墓墓, 誰是祖宗山墓, 他認為有殉葬物品, 就去掘人家墓墓, 終於就是, 給當地的人, 當然你掘人家祖宗山墓, 人家就會叛亂, 叛亂他就走回去京師,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還有, 有一個叫楊榮, 楊榮又怎樣呢, 他去到那裏, 結果就是連那些知府都被他抓來打, 周圍去直入環, 那些人民的家, 去強姦別人的老婆, 充公別人的財產, 然後就說別人不交稅, 帳幣數千人, 抓人家去打死幾千個人, 幾千個人, 結果當地人民叛亂, 叛亂就把他和他屬下二百多人, 是全部殺死的, 你知道神宗什麼都不管, 但是知道楊榮被殺死, 傷心到幾日吃不下飯, 因為這個人幫他手掛錢財, 這個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我讀中學的時候, 歷史讀到這裏, 我都是覺得妄言不可解的, 即是你一個明朝皇帝已經有了全天下, 天下都是你的, 為什麼還要有私人有財產呢? 而且不理工家那些, 只是刮私人的手的財產, 我又問你們手掛私人財產來做什麼呢? 我又聽不到神宗有什麼特殊的癖好, 他曾經重建過三大殿, 但是因為爛了, 他沒有亂去建工室, 他早期有一點好適, 我們上兩次也有講到他好適, 他現在又不是很好適, 否則他後來一直都是寵愛過鄭貴妃, 鄭貴妃去到萬曆三十年, 已經五十歲了, 經常只有鄭貴妃, 領極都有限, 他又不是喜歡什麼古館, 喜歡去搜集什麼古館, 像乾隆一樣, 又不南下, 你知道乾隆花錢最多是南下, 那你掛這麼多錢來做什麼呢? 一生人掛錢就是兩件事, 我知道了, 結果就是兩件事, 一個就是給了很多錢福王, 福王聽說李智誠的時候在他有幾百萬兩, 然後被第三子揮霍, 第二就是他撞, 其實明十三寧, 起得最宏偉的就是成祖的祥齡, 大家可以去十三寧看看, 其實明祖的祥齡的響電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絲南木的建築, 金絲南木的建築, 除了他之外, 第二就是神宗的定齡, 定齡是花很多錢的, 嘉靖也花很多錢, 神宗的定齡是花了七百萬兩, 結果被人掘了他, 所以我們遲些講, 桌正那一刻就會講, 掘出來神宗的樣子是怎樣, 從這一點可以推斷什麼出來, 花錢是這兩件大事, 否則你是完全不明白, 好了,這個時候他這樣做, 有一個人叫李三才, 李三才當時是鳳陽巡虎, 這個人我後來會有相當多講他, 因為他和什麼關係是相當深的, 和東林黨的關係是十分深的, 他上書就那時怎麼講呢, 他說千里之軀, 在一千里的地方入面, 中市四部, 周圍都是太監, 加以無賴亡命, 收了那些無賴在那裡, 靠那些無賴跟他去恐嚇勒索, 搶別人的錢, 好,這節到這裡,